大叔 买了一台高科技 做独门生意 分享给大家一起看一看 看一下 现在在维修 保养这台机器了 在抬这个什么 这些东西 条刀片 这条刀片的 这刀片都那么大 是不是很多刀片 担骨刀片 有三根 怎么担骨这么大的刀片 这么大的刀片 看一下多重 哎呀 像我那么瘦 好像都搞不起来 哎呀 好像有五十斤 要这样子抬 那么抬都 怎么那么大的刀片 来看看这台高科技 现在很多人在围观哈 在保养 那个刀片 既刚才了解到 都说七八十斤 难怪我抬不动哈 像这边一大堆的竹子 村民们都等着大叔 保养好机器 然后去山上砍竹子 收购给大叔 这台高科技 是大叔从广东那边 购买回来的 因为我们这边 只有一台这种的高科技 所以大叔 收购我们这边 十里八乡的竹子 拿来加工 特别的赚钱哈 看一下这种的高科技 有没有朋友认识的 竹子就是从这边进去 开始加工的哈 看一下加工出来的竹子 是拿来做什么的 看一下有没有朋友认识的哈 这边呢 就是这台高科技的操作 开关之类的 下面朋友们可以看到 很多碎的竹子哈 那个刀片 特别的大哈 还能粉碎这个竹子 这边两个电机 然后那边就是这台高科技的核心 就是发动机哈 发动机特别的大 然后加工好的竹子啊 就会从这个传送带 运输带上传送下去 然后下来就加工好了哈 像这边还有很多比较大的竹子 都是废掉了 就没有加工好的 像加工好的回门来看一下 就是下面这种的 特别碎哈 因为我们这边竹子泛滥成灾 所以大叔看中了这门商机 特意购买了这样一台高科技 据说花了两万左右 收购我们这边十里八乡的竹子 据说是两块钱一根 收购给大叔 加工这个竹子哈 对于能挣多少钱 我也不清楚 因为大叔不愿意透露哈 大家可以转发分享 让更多的人一起看看 做这种独门生意赚不赚钱 可以评论其留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可以点赞加个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好